为提高农民荣誉感和社会地位 感谢农民对寿风香的生耕及贡献 2号下午寿风香农会特别举办了 112年度庆祝农民节表彰大会 及产销班家政班青年农民岁末连环活动 农民是国家的安定力量 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天接触的事物 都跟农业有密切的关系 也因为有农民的努力耕耘 让台湾的农业更加的蓬勃 更具竞争力 但是还有我们的这个理事长 非常的坚持 我们花莲这个黄金蝉的故乡在哪里 在寿风 在寿风对不对 所以黄金蝉对什么最好 本草当幕有讲 对肝养肝最好对不对 肝养好的你的人生就是产生的对不对 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去练那个蝉 蝉筋 现在后来有出鲜定对不对 浓度更好 但是有时候小孩子不一定喜欢吃 所以我们现在农会要自己开发一只 我们的鲜的这个有点动影 就直接用那个塑胶套这样子剪开来就可以吃 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给农会掌声一下 谢谢 我们现在有全力来执行 寿风香农会为服务在地的农民 从农业生产到农村生活品质的提升 与农业休闲旅游的转型 我不做足最足的专业准备 服务农友相亲 因为现在疫情渐渐的稳定了 所以这个农民节的部分我们把它挪到比较这个年尾半 是天气也比较凉爽 那今年又比较特殊 我们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家政班还有产销班 办一个税末联谊活动 那扩大来举办 然后也让我们这些受奖的农民 可以感到这个我们更多人给他们的祝福 寿风香农会理事长吴永仁 常务监事徐静新总干事黄启祥 感谢农友们在农业领域无尽的奉献 为寿风香这片土地努力耕耘 记者林杰寿风香采访报导